今天做了发面的口袋饼,看一下特别的软,加肉加菜都好吃 准备500克面粉,放点白糖,倒入一包这个高活性的酵母粉,它的活性高,发面也快 用300毫升不烫手的温水来和面,多揉一会,揉到面团表面光滑细腻了 放在面垫上搓成长条,分成相等剂子 先把剂子揉圆再按扁,擀成饺子皮的形状 两勺面粉,两勺油,调成这样的油酥 在面皮中间涂抹一点油酥就可以了,然后像包包子一样收口,把收口处给它捏紧 表面先沾点清水,再沾上白芝麻 待芝麻的朝下放,慢慢地擀开,擀成一张牛舌状 盖上保鲜膜醒发15分钟,醒好后放到电饼档内,表面刷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不用盖盖,开大火烙制,一会功夫它就会鼓起来 然后给它翻个面,烙制两面都是这样的金黄色 我们的发面芝麻口袋饼就做好了 发面做得特别软,装肉装菜都特别好吃 喜欢的姐妹是做一下吧